走进门宠世界发现各路乐趣 哈喽这里是门宠娶乐会 我是小小 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不仅仅危害人体健康 还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除了人出烟之外 那你们见过其他生物抽烟吗 在国外一动物园中 一只黑猩猩就抽烟抽上瘾了 这只猩猩每天至少要抽两包烟 看这抽烟的姿势简直就是一个老烟枪呀 不仅手势很到位 就连表情也非常的丰富 下面这只狗狗的爪子上也夹着一根香烟 时不时的还会低下头抽两口 随后抬头从鼻孔里吐出烟雾 真是没想到就连狗狗也会抽烟 最近又有人在树林中 发现了一头大象正在抽烟 躲在树林中吞云吐雾的 只见大象用鼻子卷住了什么东西 就往嘴里塞 下一秒大量的烟雾就从他的嘴里吐了出来 而此时大象的表情看起来也十分享受 即使是被逮住了 他也不肯承认自己是在抽烟 后来才知道大象的嘴里塞的其实是木屑 有研究人员表示大象这么做 是因为他察觉到自己的身体中 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 所以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治疗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留言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 想看更多优质视频 请点击左下方